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读书时代,我们觉得最庄严的事情就是升国旗 所有人每周一早上必须要参加升旗仪式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的梦想应该是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参观升旗仪式 只有在现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庄严和神圣 但是去过现场的朋友应该也都发现了 天安门前的国旗并不是直接升到顶端 而是升到28.3米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先来说一下28.3米的由来 我们党成立是在1921年的7月份 这个日期到我们新中国成立1949年10月份 刚刚好是28年03个月 所以才出现了28.3米的规定 而且升国旗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除了28.3米之外 其他方面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比如所有人需要统一服装 升旗的礼宾也有数量要求 只能是36位 以每一步75厘米的间距 共计138步从金水桥走到天安门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礼宾前进 其实并不是随意乱走 而是有严格的要求 为了达到这样的结果 这些礼宾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 一步都不准卖错 据了解之所以会选择36位礼宾 是因为我国成立于1949年 所以才会有九排四列士兵 组成36位礼宾进行升旗仪式 所以总体说来 升旗仪式的确是一件无比庄严神圣的事情 每一个步骤都非常严谨 在此真要对那些每天执行升旗任务的官兵表达敬意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种水准 看了这些介绍之后 大家会不会对升旗仪式也有了全新的认知呢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